人王的幻影网球 在世界杯上大放异惨 在跟德国队对决时 他变身成为了平等渊凤凰 跟杜克一起 送上了一场精彩的绝地攀盘 也是从这场比赛后 人王放弃了幻影网球 他决定做回自己 因为通过对同伴实施幻影 不仅能够模仿别人的招式与打球风格 还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 感受着其他人的努力跟挫折 种种情绪让他想要发狂 所以人王也想好好体验一下那种经历 哪怕一次也好 此时他跟杜克正在进行了选拔赛 毫无全念的被虐得体无完肤 最终以6比0输掉了比赛 看着晕过去的老弟杜克推测 他与德国队比赛时的疲劳 还没有完全消除 不过少年脸上的表情却很棒 是的 人王终于体会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经历 一个崭新的舞台 已经向他敞开大门 另一边 十历派之间 正展开着一场激烈交锋 毛利跟月光这只组合的对手 是军岛和原野 此时原野施展楚行法之六 水泥血 瞄准的 正是月光的左脚 这一球结束之后 双方比分来到了5比5平 原野开始飙拉几话 你的大长腿 是不是太二事的月光 傲娇小伙不爱说话 这种互撕的事情 自然都是毛利来负责 只见他一吐舌头 毫不留情地说道 原野前辈 之前都发生了那样的事 您还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原野被怼得牙口无言 军岛也投来了一个警告的眼神 选拔赛的前一天 原野找到他 希望能交涉一下 我已经和教练商量好了 我要和你一起组成双大 一起出战选拔赛 但军岛就告诉原野 如果他俩组成双大 即便是赢了 也无法进入决赛 因为淘汰赛选手的登记 已经结束了 谁料原野并不在乎输赢 他只希望 自己可以帮助队伍变强 军岛对此颇为无奈 因为对彼此都有好处 交涉才能成立 如果和他联手 连自己都无法进入决赛 这场交涉的意义 又在哪里呢 面对军岛的反驳 原野只有一句话 你到底出赛 还是不出赛 就这样 军岛最后还是妥协了 他带着原野找到大伙 把事情的经过说明后 希望谁能让出一个淘汰赛名额 一打男人停办 泪流满面 毫不犹豫地把资格送给了原野 此刻比分来到6比6 即将进入12分的强期决胜 毛利闭上眼睛 月光剩下就拜托你了 我睡了 毛利开启最强招数 沉睡的望求 见状 原野两人倍感欣慰 如果对方不动真格 他们这对陪练 反正觉得很困惑 就这样 经过数轮对决 月光毛利组合 赢得了胜利 原野很高兴 他们终于唤起了月光的斗志 军岛略有犹豫地说道 我们的职责完成了吗 还没有 还一直忍耐着 等待着这个见证同伴成长的时刻 经过数轮对决 另一片赛场上 龙马展现出了自身成长的一面 面对千十的龙炮 他做到了完美结局 最终以6比1获得胜利 如此一来 单打1 2 3 以及双打1的决赛名单出炉 唯独双打2 第二组还没有分出胜负 其中一方参赛组合 也让人颇感意外 因为原本决定 报名单打2的金太郎 居然和龙次成为了搭档 远山金太郎 一个天赋 媲美龙马的后起之秀 他的目标 自然就是跟小王子一较高下 所以从最开始 小金打算报名 参加单打2的雪麻赛 可白石希望他出任双打 我明白你想跟月前战斗 但我更希望 你能够跟他一起留到决赛 为了让代表队成为世界第一 金太郎说啥也不干 跟龙马一决胜负 是自己一直以来的目标 况且参加双打的话 他能打的球 就只剩一半了 白石剑道理讲不通 索性使出了激将法 小金 我们现在要打败的对手 不是清学 而是西班牙队 现在要与月前并肩战斗 然后一起登上世界舞台 让四天宝四中学网球部 响彻世界 我听说月前双打很烂 如果连月前都打不了双打的话 那你应该也打不了吧 此刻 金太郎站在了双打比赛场上 与龙四组合 准备迎战幸村连二 大伙都没想到 一直很孩子气的金宝宝 也有乖乖听话的一天 只能说白石拿捏的恰到好处 另一边 幸村连二这对豪华组合 在搭档之前 也有这一段插曲 幸村原本打算报名单打 小海带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乐开了花 幸村部长 有前辈也和我一起 报名单打二吧 这样的话 在跟西班牙一战之前 我就能达到厉害大 三巨头里的俩人了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当结员发出如此 逆字的言论后 幸村和连二杀了七百路 吓得小伙子连忙认怂 幸村并没有太大把握 在决赛时 能发挥出 跟守种一战时 那股集中力 这时连二发出邀请 既然如此 跟我组成双打出赛如何 真想早点试一试 在守种一战上 得到的数据啊 就这样 由厉害大两枚巨头 组成的豪华组合 就此诞生了 一上来 双方谁也没有留守 金太郎开启天衣无缝 幸村则以灵感网球 予以回击 就在这时 龙次提醒小金改变打法 幸村能够做到 自如应对天衣无缝 可连二不行 随小金切换攻击目标 将网球瞄准了连二 谁让幸村早有准备 他及时补位 成功回击了这一球 同时还造成了 金太郎防守失误 连二适时抓住机会 一记扣杀结束了比赛 3比3 虽然对手里面 有位高中生 幸村和连二 却丝毫不落下风 龙次对两人评价颇高 他们的配合 非常默契 虽然幸村 能流畅地换手 但组织进攻的人 却是连二 除此之外 还让他头疼的 其实是自己的搭档 金太郎 只打了半年网球 就掌握了天衣无缝 他的网球不拘一格 甚至不顾双打比赛的形式 一个人 接下了所有 打在几方半场的球 与生俱来的野心和直觉 令他的速度 力量 以及爆发力 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然而最大的欠缺 正是实战经验 虽然球打得很猛 可无论怎样进攻 就是无法冲破防线 没错 他还没有习惯 面对两个对手 就在这时 龙次突然上前 凭借高超的二刀流技术 防住了利海大组合的反扑 见识过龙次的实力 连二却没有灰心 因为他可以通过 击球之前的预备动作 一定程度上 判断出击球的方向 谁料双手持刀 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够做出 更多的假动作 一开始 龙次挥动左臂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这是个消球的时候 他却用右手 打出了一击球球 这是新网球王子中 最狠的男人 因为只有他 敢无视规则 双持球拍参加比赛 大取龙次 代表队中 排名第六的存在 比赛时 能够自用使用两副球拍 打出正手跟反手 并且还能通过 对手的一举一动 瞬间做出判断 无论是经验还是技巧 他都超越了 幸村和连二一大截 在龙次的带领下 金太郎 逐渐找到了双打的感觉 而连二这边 刚刚收集好 龙次的数据 并且通过这些数据 大体计算出 他在双打时的弱点 对手的技巧更强 经验更丰富 然而双打比赛 是一场寻找 并击破对手破绽的竞技 虽然他们无法攻克龙次 却完全可以从小金身上下手 下一秒 幸村来到连二身后 两人竟然站在了 一条直线上 作为主攻守的金太郎 一时间不知该向哪边打球了 因为不管瞄准哪个方向 都无法打出能够得分的球路 就在这时 连二身后 居然出现了两个幸村 金太郎索性瞎抡一拍子再说 只管大力 剩下交给奇迹 奈何奇迹并没有出现 连二稳稳将球反击回来 这一刻 金太郎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动作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手得分 但他忘了 这是双打比赛 在他身后 还有一根定海神针 没错 千军一发之际 龙次就球成功 并且反客为主 拿下了这一球 7比5 老卑鄙龙次代飞上分 他提醒金太郎 不要在那里发呆 双打比单打 更需要尽快做出判断 如果不及时做出判断 就会被抓住漏洞 金太郎神情严肃 判断力这种东西 很难琢磨呀 究竟如何提高 对他来说 是个玄学问题 但很快 神经大条的小金 又恢复如初 算了 赢了就好 二刀刘小哥 下次的双打 也要拜托你了 看着两人的背影 姓孙连二 都在替他们担忧 带着金太郎 这个拉胯的玩意儿 下场比赛 龙次还真不一定能带飞 因为他们接下来的对手 是白石跟修二 至此 选拔赛第一轮全部结束 接下来 就是激动人心的决赛了 单打一 是德川跟杜克之战 前一天晚上 平等院爆出一大瓜 原来西班牙主将 梅达诺雷多年前受伤 居然是德川造成的 对于德川一年来的进步 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却认为 如果拘泥于异 这种善意 有时会成为致命的弱点 在跟职业选手交战时 这一点 必定会遭到针对 所以平等院希望 杜克能成为 挡在德川面前的 最后一道壁垒 破坏王 也并非无欲无求之人 这场世界大赛 是学生时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比赛 杜克早已通知了妹妹 库洛安 让他一定要来看决赛 所以他绝不可能放水 这正是平等院 最希望看到的 如果德川输给杜克 这就只能说明 准备发球 小王子自信的说道 博二前辈 这次我一定会战胜你 小天使毫不示弱 来吧月前 想赢我 你还早着呢